所以第一章就非常的美妙的抒情文 我告诉各位我把它分析起来不困难 假设ABC是三段不一样的音乐 它就是ABC再变ABC 就这么简单ABC 可是巧妙就在这里 我现在慢慢不信各位听好 刚开始的时候它是怎么开始的 它就是大提琴声琴的吟唱出 那钢琴附和了它 其他人在Pichicato 在稍微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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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你领略到一开始是怎么要开始的 就好像夜深夜来人静的时候 一位乌克兰的老祖母在跟她的孙子述说 他们国家美丽的故事 大提琴声琴唯一唯大 而且刚刚才第一句 接下来第二句第三句 越来越融练的精神 可是逼到你出来 你会下一条 我现在讲乌克兰是很有 很有贴近现在的数据 就换小提琴 轻轻悠悠悠的拉出来 好 就这样会不会游出来 可是当初没有多久 精彩的就在逼断 它会越来越激动 越来越激动 激动到最后一天下来的时候 音乐的数也写percent 什么意思 我赶快翻字典 沉重的 就好像说你看 我们乌克兰本来是 戊富民风 民风村府多么美丽的一个国家 可是有一天啊 那普丁的铁蹄 套了进来 各位 我这样描述 就是那个套进来 那一个音会让你描述 你的记忆吗 各位 那就是今天 这个中间最精彩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 他会慢慢浮诊 你看慢慢知道 那普丁的铁蹄 套了下来 套了下来的音 我稍微踩一下 然后音乐出来 你感觉到那个 熔烈的表现力是怎么样 好 来 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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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好 有没有很不一样 那铁蹄踏進来 滴 后 那个小律心的高音 拉 拉起来收 Till last 他揪心的感觉 就好像被普丁的铁蹄踏进来 家人掌摩 commissioned 所以其實我每次聽斯拉夫的一類 就只有四個字 叫做美麗與哀愁 不是現在烏克蘭都一樣 其實以前在蘇布林時代 波瓦蘭也常常被跌離就踏進來 捷克也是 如果去看他的歷史 也是一下子躺著之後就進來了 所以他們的故事裡面就只有這樣 既美麗又哀愁 所以這個第二月章慢慢聽十分鐘 可是我要讓你感覺到它是有孤存的 A在講故事 B激動了起來 C當然就是要把這個激動稍微收回一下 所以會稍微平靜一下 再一輩的ABC 那第二輩的ABC跟前輩的B又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樂器的配音不一樣 前面那個鐵皮踏出來 下地形有沒有看到它很高康的拉出來 現在換成鋼琴 所以我們現在稍微聯絡一下 第二輩的B的時候 也是剛開始會慢慢出來 就是樂器換了一下 你看盒子正到那個%的那個 沉重那一集的時候 也仔細看那個鋼琴的那個 厚重的和弦把它撐摩出來 好來 第二輩的B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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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